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会给我领用钱的时候会叫我把一部分的钱投进教会的奉献箱里面 嗯 没错 这是一种奉献 静静不要小看投进去的这一点点哦 今天的故事啊 就是要来看看耶稣是如何使用人们的奉献 自从耶稣开始分享天国的福音 行了很多的神迹 来找耶稣的人就越来越多 就算耶稣到了旷野 依然有很多人慕名而来哦 哇 耶稣好像带明星了 找到哪都有人跟着他 真的耶 我也觉得很像 因为大家都跟着耶稣 耶稣就在旷野里向众人讲了许多的道理 也医好了生病的人 太阳快下山时 跟随耶稣的门徒就建议 天色渐渐暗了 请教大家先离开 去买饭吃吧 耶稣却回答门徒 大家不用离开 你们去找东西给他们吃吧 其中一位门徒 腓力 有点不敢相信的问 就算是我们花半年的工资来买东西 也只够他们每个人吃一点点 怎么办啊 感觉耶稣给门徒买一个好难的事情 所以啊 门徒听完耶稣的话后 就找找包里面的食物 但大家其实心里都明白 就算真的找到了什么 也不够那么多人吃啊 聚集的人们看到门徒在烦恼 就有人问腓力在找什么 腓力回答 老师要我们买些饼来给大家吃 可是有这么多人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虽然人群里有人带了便当 但都不打算拿出来给门徒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小男孩挤出了人群中 兴奋地大叫 我这边带了五个饼 两条鱼哦 太好了 这也有人愿意发想东西了 可是这一点东西看起来一点都不够 对啊 这么一点东西 离喂饱大家也差太多了吧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孩子 实在是太天真了啦 但是其中一位门徒安德烈还是来跟耶稣回报 我们只找到了一个孩子带了五个饼 两条鱼 可是就算分给大家也是不够的吧 耶稣就对给门徒说 来 叫大家一排一排的坐下吧 等到大家都排队坐下了 耶稣就拿起饼和鱼向天祝福祷告 然后就把五饼二鱼剥开分给众人 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哦 不仅每个人都分到食物 而且还吃得很饱耶 剩下的零碎更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当时可是有五千个男人 还有许许多多的妇人和小孩哦 哇 这么多人都吃饱了耶稣 真的好厉害哦 是啊 静静你看 耶稣只使用孩子带来的五个饼 两条鱼 就喂饱了大家 耶稣就是要透过这件事 让门徒认识 奉献不在乎给出多少 而是那颗愿意的心 虽然我只有一点点零用钱 耶稣也会使用吗 嗯 没错 不仅是静静的零用钱哦 只要我们愿意为了上帝 分享爱给身边的人 虽然我们的爱常常只有一点点 但是上帝会透过我们 把这份爱变得很多很多 就算我们只有一点点的才能 只要我们愿意奉献给上帝 上帝也可以使用我们 成就很大的事情哦 我也希望把我会的才艺奉献给上帝 希望可以帮助到别人 嗯 静静好棒 佩希姐姐也要跟你多多学习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不论你拥有多少 都不要小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哦 只要你有那颗愿意的心 上帝就可以成就很奇妙的事情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哦 接下来我们欢迎詹姆哥哥 跟我们一起唱 所有全奉献 我将所有献给耶稣 赶新了一圈风险 我要是可爱主 我要是可爱主靠主 天天活在主面前 所有全奉献 所有全奉献 所有一切献给耶稣 所有全奉献 我将所有献给耶稣 赶新了一圈风险 我要是可爱主 我要是可爱主 靠主 天天活在主面前 所有全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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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一切献给耶稣 所有全奉献 小朋友 每当你觉得拥有很少的时候 希望你可以想起今天的故事哦 因为只要你愿意 献上你的五饼鱼 上帝就可以使用你 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轻轻唱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轻轻唱这个节目 欢迎按赞订阅我们 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